我们这个丁锡清协议专制是63年1月开始破土建造 那主要设备是大部分已经安装好了 现在呢 是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几个主要设备 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最近气彩发生问题 所以有几有两个塔 这六个塔 还有两部这个大的压缩机 到现在嘛 是以后的塔呢 是4月底 所以这个最近刚刚运出来 两部压缩机呢 是要到今年7月才能运出来 所以这因为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延迟呢 所以我们的工程呢 就是比原来这个计划稍微有点如厚 不过这个塔呢 我们预定在今年11月份是开始实测 所以12月底呢 12月份内呢 我们想注意把它实测完成 就是65年1月份呢 我们预定呢 是正式生产 所以在现在我们这个今年 现在这个4月份开始 我们已经开始第二套的这个丙行厂的这个 设备的这个产生产 所以我们预定第二套的这个丙行设备呢 是在66年6月完成 现在我们这个丙行厅的第一套设备这个建厂的资金呢 我们估计是14亿4千万 第二套的这个建厂四倍呢 主计是12亿8千万 所以这两个厂建好之后呢 就可以生产 顶基金每天400分 那您也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厂整个占地多少 那现在是这样子 在我们中国社会华与工资在这个 在这个大色厂这个里面的位置呢 我们是整个是16公顷二 目前我们现在电厂的这个需要的地呢 是在1公顷左右 就是说第一厂第二厂全部是16公顷二 是 第一厂第二厂的面积是1公顷左右 另外我们还有9公斤的这个复制位置呢 做了我们未来的计划之用 中华公司这座丙基金工厂 除了可以生产丙基金之外 将来还可以生产青酸 年产量有17000吨 现在正跟英国的厂商商下合作的计划 这座丙基金厂 将来生产的过程和主要的产品是这样的 好 现在来开始 向观众介绍丙基金生产专制的这个大概经济 那么丙基金这个里面这个设备呢 最重要的一个设备就是一个反应器 这个反应器呢 它里面它储存了有170吨的素纹 它这个反应器我们所需的原料呢 是一按是105吨一天 丙基是250吨一天 空气是1400吨一天 在这个反应器里面经过反应之后 它可以生产两个吨的品质金 这个反应器呢 它差不多 它转化力有部分对其事 所以它呢 另外还有一青跟青酸的素产品 反应之后的东西呢 我们经过受冷它 经过吸收它 在吸收它里面呢 差不多顶上放出去的是 差不多将近17吨的氮气 都顶上放出去 那么在这个 在经过素的这个精致它 像一青跟青酸 这两个互相已经分开 最后一个它 就是每天两个吨的这个丙基金呢 从最后一个它分散出来 丙基金它是主要的用途 是做这个人造新维的奥隆的饮料 它主要可以除了做这个人造新维 和带几羊毛之外 另外可以做人造线椒 另外它还可以做人造这个塑料 目前第一套生产设备 整体计划的进驻 已经完成了78% 而机器装介的进驻 是57% 本年底完成建差 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 还有一些管材啦 或者是一些电管啦 还有甚至一些 这些小二师能用武器 现在我们在最近的将来 就可以完工 才能与建设的美国 我们就可以 现在进驻我们的 不管从会也好 机械也好 电器 所以以表方面都各方面配合起来 来展 进驾完成以后 主要生产的是什么 我们这个厂是 主要厂品是一二层 我们用的原料是由这个中油 高层链油厂的第二列阶工厂 供给我们继续 那么我们这个做一二层的这个过程 主要就是有两个步骤 第一嘛就是把它氧化 第二就是把它加水 做一二层